意大利时报13日称,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向中国投资者出售一甲俱乐部AC米兰的事情在启布兰。意大利司法机关怀疑这起交易涉嫌洗钱,已经展开调查。据报称,中国神秘商人李永红领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属AC米兰。 1月13日,意大利时报报道,一甲足球禁旅AC米兰去年被中资收购。意大利检方怀疑是否有以洗钱为目的灌水交易,已经展开调查。意大利新闻报也报道称,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当年向中国买家出售旗下AC米兰足球俱乐部时,涉嫌从事洗钱行为。米兰检查机构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报道说,米兰检方想探明,中国买家为买下7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的AC米兰,支付球队前东架,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7.4亿欧元是否有蓄意灌水,或是为了将大笔资金从境外带入意大利。 2016年8月,张控AC米兰俱乐部股权的Fininvest集团发布声明称,与中方达成协议,将AC米兰的估值定在7.4亿欧元,以及大约2.2亿欧元的债务。 法新社报道,贝卢斯科尼经营AC米兰30多年,期间球队战绩斐然,共计夺下29座奖杯。 但在去年4月13日,由李永宏颖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这一中资财团买下AC米兰99.93%的股份,并接手球队共计2.2亿欧元的债务。 2017年11月,纽约时报判发神秘的中国老板能化解AC米兰的财务危机妈的文章,称李永宏对AC米兰的收购似乎已成为一系列存在众多问题的中国交易的象征。 文章说,李永宏向意大利足球官员描述自己拥有一个矿业帝国,然而他在矿业界喊为人知。 中国的企业记录显示,至少在官方文件中,李永宏的矿业帝国是由他人所拥有的。 但AC米兰的发言人表示,李永宏对其矿业业务的控制权已由参与交易的律师和银行核实。 文章称,中国的记录还显示,李永宏和中国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一系列商业纠纷和争议。 目前对李永宏极其背景的发掘,以陆媒上海证券报2016年11月的报道最为相近。 报道称,20年前,李永宏参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千万元的庄园案。 在销声匿迹十多年后,他开始出没于国内资本市场并违规遭罚。 2016年,他牵头成立审秘财团,要将AC米兰俱乐部收入囊中。 报道还说,如果不是一张与AC米兰前任东架,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合影被公开, 全球互联网上你都很难一睹他的身容。 而其神秘低调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一桩就案。 震惊国内的华州三大庄园案。 华州三大庄园之一的广东绿色山河庄园, 其主要操盘手正是李永宏和他的父亲李乃志, 大哥李洪强,弟弟李永飞。 2004年9月,华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李乃志、李永飞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另有相关法律文书显示,李洪强在逃,李永宏也被立案处理。 刑事判决书显示,绿色山河庄园与投资者签订了合同书556份, 合同金额4302万元人民币。 报道说,这应是李永宏的财富积累起点。 李永宏自此销声匿迹, 一度被公安机关列入追逃人员名单。 现在,李永宏这个资本玩家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 终于入属AC米兰。 纽约时报称,目前尚不清楚李永宏的财富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该俱乐部解决困境。 路透社则称AC米兰老板李永宏寻求引入新投资者分担财务成本。 中国著名脱口秀演员周立波涉嫌藏堵和持枪, 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日前在纽约长岛拿骚线刑事法院上庭。 若罪名成立它将面临三年半到十五年监禁。 据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 周立波去年1月19日在长岛开车蛇行被拦截, 警方从车中搜出毒品与枪械, 当场逮捕他与同车的唐爽,两人隔天或保释。 去年7月唐爽全部控罪被撤销, 检警则继续调查周立波案。 检方起诉书称,经调查发现, 周立波确实持有子弹上膛的手枪与结晶甲基安非他命。 去年12月18日大陪审团投票通过, 起诉罪名成立。 周立波保释金5000元, 下次上庭2月1日。 辩护律师斯卡林坚持被告无罪, 称周立波根本不知道车上怎么会有强和毒品, 被告最终会或无罪判决。 周立波出庭后透过个人微博发表长文, 表示被控罪不代表有罪, 他从未认罪,甚至认清罪结案的想法也没有过。 他写道,我不认罪, 不仅仅是对自身品行的绝对自信, 同时也是对所在国法律的基本信心。 我有能力也有信心去消除我, 检方和事件真相这三者之间, 因各自角色的不同而造成的正常误解。 随着中共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 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杨洛马, 军中打虎再传重磅消息。 13日有消息称, 刚协任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被立案审查。 此消息尚未得到北京官方证实。 1月13日, 国内红二代微信圈传出, 刚协任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被立案审查。 中共十九大选出的其他六个中央委员 也在接受调查。 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军委委员 几乎半数落马。 去年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中共十九大代表名单中, 范长龙曾经上榜。 但在中共十九大后,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名单范长龙消失, 亦为其落选十九届中委。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装备发展部原部长张又霞 接替范长龙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范长龙退休。 早在2014年8月, 网上就有来自军委内部消息说, 徐才厚落马后, 军中巨头们个个紧张, 尤其是涉胎的郭伯雄、 范长龙等人, 急于寻找贵策自保。 他们急着当年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机会, 郭伯雄勾结范长龙、 房峰辉、 常万全、 徐粉玲等人联络和策划政变。 他们共推的政变领导人是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军队内部的人都清楚, 范长龙是徐才厚一手提拔上来的铁干亲信。 2016年5月份, 再有中共红二代在微博称, 看来军中某条龙是顶不住了, 掉下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时, 多数人猜测军中某条龙, 是已经退休的原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长廖熙龙, 或者是范长龙。 同年3月份, 由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范长龙和廖熙龙曾分别向军纪委上交问题款项, 前者300万, 后者4000万。 这两条龙本来属于要拿下的军中梁虎, 但因属主动退赃及案发18大前, 加上两人捣鼓郡山, 徐才厚, 郭伯雄有功, 两人才暂时获习近平宽恕。 据媒体报道, 范长龙实际上与徐才厚关系颇深, 范在中共18大前夕准备退休, 突然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时委徐才厚推荐, 当时习近平仅为王储无力干预。 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更被架空。 不过, 习上台后要拿下徐, 范立即反戈一击倒徐, 帮助拿下徐才厚。 报道指, 习掌权后没有快速拿下范长龙, 而是让他坐冷板凳, 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中排名第一, 但无缘出任军改小组副组长, 只做有名无实的副主席。 目前为止, 范长龙被查的消息尚未得到北京官方证实, 如果消息属实, 说明中共18大以来的中央军委委员几乎半数已经落马。 为期三天的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13日闭幕。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习除了为中纪委未来一年, 乃至五年的工作定位之外, 还表扬了中纪委自十八大以来所做的反腐工作, 并用一句话评价中纪委原书记王岐山。 2018年1月11日至13日期间, 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跟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一样, 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 除李克强外访, 一同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悉, 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强调, 反腐工作要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老虎要露头就打, 苍蝇乱飞也要拍。 同时, 还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对于新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习近平要求执记者必先守记, 律人者必先律己。 赵乐际在会议上表示, 未来, 纪检机构要排除错误思想干扰, 重整形状再出发。 同时, 习近平还表扬了中纪委自十八大以来所做的反腐工作。 习近平说, 十八大以来,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忠诚屡之尽责, 做到了无私无畏, 敢于担当, 向中央和人民交上了优异打卷。 外界分析,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 很明显是在表扬王岐山主导中纪委时期所做的工作。 此外, 会议开幕日, 中纪委通报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系律审查情况, 其中提及2017年共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官员58人。 这也似乎在总结王岐山的打虎成绩。 王岐山被外界称为反腐沙皇, 打虎队长, 中共十九大闭幕后, 王岐山退出中共权力核心。 在过去五年里, 王岐山全力协助习近来铁腕反腐, 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反腐风暴席卷党, 政, 军, 商。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六月底, 五年来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及其他中管官员440人, 其中18届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43人, 中央纪委委员9人, 厅局级官员近万人, 县处级以下官员达到140多万人等。 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场反腐风暴中, 其往目标直指带老虎, 使言反腐败绝没有铁帽子王。 打破刑不上常委的官场惯例, 查处了郑国级高官周永康、 郭伯雄、 令计划等人。 五年内, 王岐山查处的省部级贪官 比中共前四代领导人所查获的腐败省部级高官总和都要多, 同时也触动了太多权贵利益集团, 因此引来不择手段的疯狂反扑。 有消息称, 在过去几年里, 针对王岐山的暗杀至少有27次。 北京最高层和王岐山心里都非常清楚, 策划谋害他的黑手就在中共党内。 中共海关总署日前公布, 去年中美贸易顺差高达2758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美国川普此前曾表示, 对华贸易的态度取决于北京在制裁朝鲜方面的力度。 分析认为, 中美贸易不平衡恐会使北京对朝政策压力倍增。 1月12日, 中共海关总署公布, 去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8亿美元, 年增长11.5%, 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 增长14.5%, 中美贸易顺差高达2758亿美元, 较去年的2507亿美元增长近一成, 创历史新高。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中美贸易顺差扩大至2758亿美元, 超过2015年的2610亿美元的记录, 这可能会招致川普政府的批评, 中美经贸紧张关系或升温。 中美贸易不平衡一直遭到美国的批评, 川普认为, 庞大的美中贸易逆差 体现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他上台后直言, 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不过, 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美贸易差距并没有改观。 1月11日, 川普接手《华尔街日报》专访时称, 在贸易问题上, 美国已加大对北京的强硬程度, 但没有达到他原本希望的水平。 川普表示, 就像他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 他本应对中美贸易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纠正这种不平衡。 不过, 在迫使朝鲜契合问题上, 北京为华盛顿提供了帮助。 此前, 在潮核危机影响到半岛局势的情况下, 川普曾表示, 美国会把北京施压朝鲜作为贸易上让步的交换条件。 去年11月, 川普访华时再度就贸易和朝鲜问题向北京施压。 习近平承诺要实现中美健康、 平衡的经贸关系, 同时也承诺要努力实现朝鲜无可化。 外界认为, 北京虽然在制裁朝鲜上展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姿态, 不过, 背地里似乎仍与朝鲜暗通缓取。 近日, 美国的侦查卫星发现, 中朝两国的船只在海上对接, 进行石油交易。 这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出台的向朝鲜献游的禁令。 川普对中共这种阳奉阴违的流氓手段非常恼火。 他在推文中批评中共做坏事被逮捕现场。 分析认为, 目前, 朝核问题仍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而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也日渐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对朝政策恐压力被增。 朝鲜政权及参加平昌冬贸会, 展开拉拢韩国排斥美国的舆论攻势。 朝鲜代表在韩朝会谈中声称核武不针对韩国, 但朝鲜官媒随后狂言, 作为核武强国威振天下, 可全力展开统一大业。 1月12日, 朝鲜官媒《劳动新闻》刊登出劳动党党魁金正恩视察 朝鲜国家科学院的演说。 金正恩强调, 由于自己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才有了核武与弹道导弹开发的进展, 并声称即使敌人继续制裁十年, 一百年, 也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朝鲜另外一篇官媒社论中, 提到日前的韩朝会谈, 赞扬这是金正恩南北关系方针的大变动, 还称朝鲜作为核武强国威振天下, 五等民族可以安心并全力展开统一大业。 虽然社论中提及五等民族, 仍有与韩国亲如兄弟之意, 但如果朝鲜核武器果真能威振驻美国, 可以想见, 失去安全保障的韩国自然很难位列主导统一的五等民族之内。 1月9日, 韩朝在边境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举行了会谈, 以促成朝鲜参加二月的平昌冬奥会。 外界有分析指, 参加冬奥会是朝鲜的离间级, 金正恩向韩国示好, 目的是在首尔和华盛顿长达七十年的联盟之间打入蝎子。 双方会谈后发布的联合新闻稿, 似乎也证实了朝鲜这种意图。 在新闻稿中有这样一句表述, 即有关南北关系的一切问题, 都应由我们民族的当事者自己解决。 韩媒消息, 朝方代表在会谈中也表示, 朝鲜核武器只针对美国, 而不是我们的同胞, 指韩国, 也不是中国和俄罗斯。 1月11日, 朝鲜劳动新闻宣称, 韩国当局应该停止与美国的一切和战争演习, 摒弃所有引进的美国和装备, 以缓解韩朝军事紧张局势。 日媒担心, 一直主张对朝绥靖政策的文在寅政府, 会堕入金正恩的圈套, 让对朝制裁的国际包围圈出现韩国漏洞, 欧元是否有蓄意灌水, 或是为了将大笔资金从境外带入意大利。 2016年8月, 张控AC米兰俱乐部股权的FIN Invest集团发布声明称, 与中方达成协议, 将AC米兰的估值定在7.4亿欧元, 以及大约2.2亿欧元的债务。 一报道,贝卢斯科尼经营AC米兰30多年, 期间球队战绩斐然, 共计夺下29座奖杯。 但在去年4月13日, 由李永宏颖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这一中资财团买下AC米兰99.93%的股份, 并接手球队共计2.2亿欧元的债务。 2017年11月, 纽约时报刊发神秘的中国老板 能化解AC米兰的财务危机妈的文章, 称李永宏对AC米兰的收购 似乎已成为一系列存在众多问题的中国交易的象征。 文章说, 李永宏向意大利足球官员描述自己拥有一个矿业帝国, 然而他在矿业界喊为人知。 中国的企业记录显示, 至少在官方文件中, 李永宏的矿业帝国是由他人所拥有的。 但AC米兰的发言人表示, 李永宏对其矿业业务的控制权 已由参与交易的律师和银行核实。 文章称, 中国的记录还显示, 李永宏和中国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一系列商业纠纷和争议。 目前对李永宏极其背景的发掘, 以陆媒上海证券报2016年11月的报道最为相近。 报道称, 20年前, 李永宏参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千万元的庄园案。 在销声匿迹十多年后, 他开始出没于国内资本市场并违规遭罚。 2016年, 他牵头成立审秘财团, 要将AC米兰俱乐部收入囊中。 报道还说, 如果不是一张与AC米兰前任东甲, 意大利前总理对 意大利时报13日称, 意大利前总理对卢斯科尼, 向中国投资者出售一甲俱乐部AC米兰的事情再起不拦。 意大利司法机关怀疑这起交易涉嫌洗钱, 已经展开调查。 据报称, 中国神秘商人李永宏颖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1月13日, 意大利时报报道, 一甲足球禁旅AC米兰去年被中资收购。 意大利检方怀疑是否有以洗钱为目的灌水交易, 已经展开调查。 意大利新闻报也报道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当年向中国买家出售旗下AC米兰足球俱乐部时, 涉嫌从事洗钱行为。 米兰检查机构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报道说, 米兰检方想探明, 中国买家为买下7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的AC米兰, 支付球队前东架,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7.4亿AC米兰。 纽约时报称, 目前善不清楚林永宏的财富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该俱乐部解决困境。 路透社则称AC米兰老板林永宏寻求引入新投资者分担财务成本。 中国著名脱口秀演员周立波涉嫌藏堵和持枪, 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 日前在纽约长岛拿骚陷刑事法院上庭。 若罪名成立他将面临三年半到十五年监禁, 据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 周立波去年1月19日在长岛开车蛇行被拦截, 警方从车中搜出毒品与枪械, 当场逮捕他与同车的唐爽, 两人隔天或保释。 去年7月唐爽全部控罪被撤销, 检警则继续调查周立波案。 检方起诉书称, 经调查发现, 周立波确实持有子弹上膛的手枪与结晶甲基安非他命。 去年12月18日大陪审团投票通过, 起诉卢斯科尼的合影被公开, 全球互联网上你都很难一睹他的身容。 而其神秘低调的背后, 实则隐藏着一桩金案, 震惊国内的华州三大庄园案。 华州三大庄园之一的广东绿色山河庄园, 其主要操盘手正是李永红和他的父亲李乃志, 大哥李洪强, 弟弟李永飞。 2004年9月, 华州市人民法院作出探决, 李乃志,李永飞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另有相关法律文书显示, 李洪强在逃, 李永红也被立案处理。 刑事判决书显示, 绿色山河庄园与投资者签订了合同书556份, 合同金额4302万元人民币。 报道说, 这应是李永红的财富积累起点。 李永红自此销声匿迹, 一度被公安机关列入追逃人员名单。 现在,李永红这个资本玩家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 终于入主。